下面引用制度论 制度论第五卷 制度论有100卷 第五 天眼所见 自地及下地 刮灰的时候 列入天人 在天道为自地 修罗人畜生 鬼地狱 无道为下地 在他之下 他统统看见了 这就是 他以下的 这里面六道众生 若近若远 若粗若细 若是目不能着 他全看见了 这将天人 又天眼通着 慧苏远 能见六道众生 死死生疲 苦落灯下 激进一切 障内障外 世处世间 种种形色 无有障碍 这个障碍下面会说 会讲到 比如我们这个房间里面 房间里面 这是障碍 房间外面 这是障碍 内外 他统统去见到 这个障 他能透视 他能见六道众生 在六道里头 轮回的现象 他看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死 那个地方他就透身 他又去找个身体了 苦落灯下 这是讲他 苦落是讲果 从古 我们就想到因 他造作不善 他受的是苦包 他造作的是善 他受的是落包 苦落灯下 实在讲 六道里头 统统都有 那地狱里头 有路吗 有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提婆大多多阿比地 他在阿比地里所享受的 跟陶地天文一年 他确实是在地狱 但是他在地狱没有苦 他想落 那是什么原因 他造作的罪 是阿比地狱的罪 但是他做的是好事 什么好事呢 帮助释迦牟尼佛成佛 这是好事 所以在地狱里头 他没有苦手 他有落手 但是苦还是有 像阎罗王一样 阎罗王在地狱 每一天还要有一次吞那个热铁碗 那是苦 就好像他身体有病 每一天必须吃能够苦药 那他不吃苦药不行 一天要吃一次 那他就苦 这个我们细心去观察思维 非常活力 比如说 这个人不孝父母 对父母有恭敬心 罪什么罪 阿比地狱 可是他在社会上 做了很多好事 帮助很多苦难的人 那他在地狱 就不受什么苦 这种国报 在佛法里面讲 报有两种 因为业不一样 业有盈业 有满业 而盈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 这是盈业 不孝父母 这是引导你到地狱去投胎 可是满业呢 满业你是行善 你帮助很多苦难的人 你行善 那是什么 那就是你得到的苦报之后 以后苦落不一样 像我们人间 我们大家都是人生 人是什么业 得到人生的呢 都是过去生中 修五戒时善 我们的人生 一样啊 平等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层苦乐不一样 有人做大官发大财 有人贫穷下进 满业不一样 那是过去生中 他发大财 他财富是多 他用财帮助一些苦难人 救济穷苦 他这一层发大财 那过去生中是 他虽然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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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养 校养父母 但是他 为人很刻薄 很小气 很吝啬 那他这一生就贫穷过 不一样啊 这佛经上讲的透彻 你细心想一想 他真有道理 如果 如果 拿不义之财 又做不义之事 那他就非常苦了 多卧到那时候无量的苦 一不义之财做了好事 他要多 他要多 我去 要多 但是 他没有受什么痛苦 啊 譬如 现在这些富贵人家 我们看到 很多羊宠物 那小猫小狗小宠物 出生到啊 那他造不善的因 都出生到啊 可他很享福啊 很多人爱护他 你看他的齐聚生活 照顾的无为不至 他享福啊 满业不一样 所以这两种 你都搞清楚 你才了解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有 这些状况发生 因果丝毫都不差了 那这个我们 要不如深入精脏 要不是真正 这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得清净心 得清净心是好啊 那你证悟啊 你这些能力 慢慢地恢复了 那我们又恢复 深入精脏 天天不离开 佛陀的教会 慢慢地听清楚了 你明白了 也就 解物 啊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那是正物 对中的模特别人 我也是非常感情 你能按判一翘 并且让我和你赶紧 你将来把我赶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